一直以来工学生们上下学行走的泰山国小人行路桥 过去的十几年都一直是非常脏乱的样貌 而且钢骨结构也是老旧不堪 可以说是相当的危险 因此当地的里长王国超里长 积极的向驱工所来争取经费进行改建 而这项工程在历史了半年多的时间之后 最近终于完工了 我们要带您一起来看看 工学生上下学行走的这座泰山国小人行路桥 很难想象在十多年前 原本外观张论的面貌 加上毁损不堪的钢管结构体 可能影响到学生的安全 当地里长王国超在知道这个问题 极力向驱工所争取 希望能够重新整修 历经半年的努力终于展现了成果 这个天桥 班博私修 还有我们上面上的采光罩 还有我们的那个油漆斑驳 年久失修 影响到我们国小学生的上下的安全 所以在地方私生的 给我建议之下 我向上级单位反应 好不容易在经过三四个月的时间 终于完工 也增加我们学生上下课的行的安全 还有我们国小的美化 住在里内已有二十多年的居民也说到 从整理这座人形路桥 让它变得更加美轮美奂 对于里长在基层建设的用心服务 大家有目共睹 我公公看到以后也跟里长建议 就是说为了学生的安全美化世荣 请里长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们看到王里长真的非常的认真 那短期之间就去甄情补助 然后在最快速的时间就把这个路桥呢 整理得非常的漂亮 那整个安全性也的结构也都非常的OK 也非常的安全 那我们感谢说里长这么热忱的一个服务 总经费达两百万打造的 泰山国小人形路桥 重新整修之后 不仅美化世荣景观 对学童的安全也多了一层保障 永家乐新闻泰山采访报道